党政部分带来看到行政院长陈建仁他带领的看守内阁 在今天就是表定最后一次到立法院接受总质询了 面对在野党立委一连串的考题 陈建仁院长他态度转映 还当面批评国民党立委很外行 不过其实在质询中间也出现了小插曲 是民进党的立委王世坚 他在质询过后送上了一本圣经要作为离别礼物 同时他更在质询当中 问立法院长韩国瑜他可以喝水吗 在一线多年前跟韩国瑜喝水交战的画面 时间暂停 我应该喝点水 那个 主席我可不可以喝水 可以那边那边是你的水 没有问题 请 执讯到一半美金党立委王世坚咳嗽不止 不过这画面回到七年前似曾相识 主席时间暂停 我喝一口水 那我没有水啊 可以拿一杯给 我也口干舌照 你也可以喝口水啦 流氓也可以喝水啊 那我不喝了 因为我不是流氓 曾为喝水交战这回反过来 王世坚直呼 或多或少是天意 所以这应验了一句话 人在江湖 早晚要还的啦 由送礼习惯的王世坚 这回当然也准备小礼物 院长 这次是你在我们大院 最后一天的背询 在最后这十一秒钟 我要送给陈院长一份离别的礼物 一本圣经 外加四个字 珍重 再见 面对同党议员的温情 陈建仁遇到战野岛态度强硬 尤其是太平岛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所以除非你否定太平岛是不是中华民国国土 要不的话你为什么要去做任何的demonstration呢 对各个考题有备而来 更对国民党立委廖伟翔推动修法调整健保点数的内容 直呼这说法像是门外汉 我觉得你完全不懂什么叫做健保的点数啦 你这样的情形有点外行 一年市政经验大人哥摇身一变 用心力答询也为最后总质询画下句点 继续台北综合报道